这两个必须要紧密接触 合成一个完整的数字石 不能有任何空隙 可以允许有一部分的重合 但重合部分不允许过大 有一个数字石 数字石的话必须要上下贴合 不要留缝 允许有一点重叠 但不能重叠过多 这种样子的话 就是属于两喷头之间距离 现在我们需要把上面的喷头往上推 只需要把上面的喷头往上推就可以了 调节喷头不以为之时 先将四颗固定螺丝完全放松 然后再调节这两颗调节螺丝 调节螺丝顺时针向右拧的话 喷头将往前移动 反之逆时针向左拧的话 喷头会向后移动 现在我们需要将喷头三向前移动 注意两个调节螺丝应该保持以旋转的度数一致 调节螺丝调节完毕以后 先将固定螺丝对脚上紧 此时喷头二和喷头三之间的间隙 不大 停电 此时应放松 放松 距离一位 放松 那就贴了 垂直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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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一侧向左偏的话 那则是左高 向右偏则是右高 则是为左高 这个状态基本就OK了 这个状态基本就OK了 明镜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观看 加入